首先我們先跟進杜拜王子事件 杜拜王子真的是峰迴路轉 前天他出席過他自己也搞了一個 Wrap 3 Summit Wrap 3.0 Summit 很厲害 我看到連登吹水台都在做熱門 但是他就說查過很多人的CV 這個3.0論壇都是一個雞鵬 都是一個雞鵬 因為這樣說的連登那邊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受邀人士 第一件事就是 例如有一間叫L Bank 都被美國證監說 這個平台本身是正常的 但是這個平台是吸引了很多騙子在裏面 尋釋的 第二件事就是說 他曾經吹過一件事 是找Blackpink做主港 我在想Blackpink 關這個虛擬資產什麼事 我都在拚頭 第三件事就是說 你說這個論壇做無虛席 但是大家都會看到 不是作無虛席 有的 即是有些位置賣不完 是的 沒錯 很多吉位 Mathieu補充 他說 Wrap 3.0 很多雞鵬 平時總部都是杜拜 是否全部都是雞鵬 是否全部都是騙子 未必是 但是很多平台引了騙子來賺錢 但是真的想賺錢的 賺正經錢的 就不是很見到什麼人 是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王子要小心 但是今天的消息就是這樣的 大陸的媒體終於出手了 就是財新王 財新也是半黨媒來的 雖然也有點爭議 他引述 他終於找到 阿里王子辦公室 說很久都沒有出面 即是直接回應媒體的 那個麥二裔 他問過麥二裔 他說 首先 他確認到這件事 就是5月底 那個行程的計劃 來香港開那個家族辦 那個計劃未變 至少 現在他在信德中心 那個寫字樓 還未退租 還留在那 如果退租的話 這又是一個新聞 但是很詭異 是阿王子的照片已經拆了下來 拆了下來 這個就很不尊重 不知為什麼 他是不是想低調一點 低調到連照片都沒有 不想被人看見 這些小動作是很奇怪的 另外這些小動作 他好像也有回應 譬如說 那個網站 為什麼 事得事不得 他今天有回應 他不是物議在回應 這個財新網的報道 找了一個消息人士 主要是找了一個消息人士 家族辦 原本最初的設想 是想小規模舉行 而且 不想太過高調 但是一些人士 多次接觸媒體 用介紹中東王子來香港 大做文章 塑造他個人的形象 這個就是沈運龍 是嗎 是啊 大問題 你沈運龍 你還有一個蘇錦良 後面還有一間恆生大學 是 這些人 其實 之前有報導說 是沈運龍找回來的 他主要的意思是 其實他的團隊的人是廢 物議在廢 是廢的 就是你物議在 現在回應傳媒 他物議在自己的說法 他說 殺停家族辦公室的儀式 是基於一種預防措施 是要防範潛在的政治風險 他就說 他沒有點名 就說 香港某些人的行為 導致這次活動的延遲 因為他們試圖 將活動政治化 物議在現在這樣說 跟剛才我引述 跟剛才我說的 那個消息人士說的一樣 雖然不開名也好 但是直指沈運龍 是嗎 但是你找到李家超 但是李家超也是沈運龍找的 最後他說 什麼人都找不到 那些人是他找的 李家超如果真的來開幕典禮 本身就是政治風險 因為李家超是受制裁人士 是啊 受制裁人士 那些家族辦 你找他們幫你開幕 那算是怎樣呢 是吧 現在主要是財身網 兩個人說話 一個就是消息人士 一個就是物議 都是直指沈運龍 他就說 主要是因為 有人把王子來香港大做文章 就塑造他個人形象 就引起了王子本人 和團隊的不滿 導致他儀式突然叫停 這個就是風回路轉 本身就是沈運龍的說法 就是原本找了一些厲害的嘉賓 很厲害的嘉賓 特首不行之後 都找了陳茂波 陳茂波又降格 就去了投資推廣處處長 投資推廣處處長 都說有時候來不了 最後就找副處長 刀放飛機 所以才搞到他沒有人 就說生氣 走人 是不是 但是呢 這個說法呢 就是沈運龍說的 還有就是明報 有一個又是不出名的消息人士 不知道為什麼 那 這個 誰說什麼 什麼我的錯 什麼事 有些人說什麼 我不太明白 就是 誰說我什麼 這個 我就是想不到你什麼意思 KLKT就是 說話說全句 好心 就是 不知道説什麼 會不會擾亂我的 這個 attention 繼續 繼續 現在就是說 因為 矛頭直指去沈運龍 原本他是罵人那個 是不是 原本 他就是指責某些人 就是放飛機 就搞到王子很生氣 但是現在 誰真的可以代表王子呢 現在 至少 物以外 他自己有身份 他的身份 就是 阿里王子 家族辦公室的 副主席 兼 CEO 他是找錢 請回來的 是不是 那 好了 現在沈運龍 聽完這番說話 他講什麼 他有回應 那 他的回應就是說 清者自清 他沒有回應 具體的問題就是怎樣 即是拼不了 即是你清者自清那些 通常都是廢話來的 是啊 你們怎樣想就怎樣想 我不想跟你解釋 如果那些東西解釋到的話 就怎樣都會解釋 對吧 這些是他解釋 還有 那個不是物以類的消息人士 然後還有說 他說 這個人 指出 沈運龍 多次向外宣稱 由他幫忙牽線 才找到阿里王子 在香港設置 家族辦公室 引發到阿里王子 團隊反感 現在講到明了 我是生氣 我是生氣而走的 但不是生氣特首 不是生氣政府 不是生氣陳茂波那些 我是生氣沈運龍 明白嗎 但這個不合理 其實就是 因為事業計劃這些 不能這樣走去 即是說 因為沈運龍 因為李家超 然後就發晦氣 做生意就不是以氣之爭 但這樣說 但這樣說 我不會因為 他現在有一個最新的說法 這個是物業的說法 物業的說法 就應該比較權威 是吧 他是他 即是頭馬來的 但是 為什麼事隔 整個星期才說呢 上個星期的時候 明報是爆了沈運龍 那個報道出來的 是不是 醞釀了整個星期 你又很關心 你又再三肯定 你接下來五月 五月底會再回來的 但是 如果沈運龍這個人 是禁倒李米的 如果他講了這番說話 是說那些官員得罪他 才不來 搞到李家超 都要自己 在星期二的時候回應 不管你 是權貴還是普通人 總之有錢 合法 那就來得 是不是 是啊 為什麼最後 為什麼整個星期才回應 其實我覺得兩個都 其實我覺得這些事情 最後最後 怎麼說呢 沈運龍 我猜 他只是貼上去 幫他做很多義工 這個王子 是無可無不可的 有些人如果主動過來 抽水 尤其是阿里王子 其實人生月曆不是很高 是嗎 說你幫你的 二八歲人 這樣幫他那樣 你說你自己有個人物 有關係 你約到人 我就隨你找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阿黃子是默許的 我覺得是 正正是默許的 所以就不反感 只不過 整件事失敗了的時候 才找代罪高揚 先生氣是真的 走的時候生氣是真的 但是 他對著沈運龍說 他就說 你又說找到人 找不到的 是不是 然後隔了整個星期 搞搞一下 他想清楚 如果沒有沈運龍的話 我就不用這麼醜了 又被人揭出來 以前又唱過歌 又成 是不是 又被人當什麼菲律賓 菲律賓歌手 變成小丑 但是唱過歌是沒有問題 我們永遠都說 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王子突然之間 就刪掉他的Facebook IG 就是以歌手身份出的Facebook 和IG Fresh那些 可能就真的聽沈運龍說 這些小動作 這些小動作 但是這樣說 沈運龍影響不了他的網站 IG這些事情 只能夠物易去做 這些事情 嗯 是不是 即是他的頭碼 真的可以幫他經營到那個網站 LinkedIn那些人做的 即是說其實他身邊的人 王子身邊的人 就覺得 你做家族辦就做家族辦 你不要那麼Colorful 是吧 即是免得 你家族的人 就覺得 不見得 即是不是很體面 即是我覺得是這樣 而這個王子 本身一開始 見有人送上門 又不用錢 是吧 跟你喝兩杯酒 那就清興道弟 就由得你 可能雷仔西都跟你玩了 我不知道 我問一下 現在聽著節目的朋友 有沒有人 即是年輕的時候 剛剛出道的時候 如果有人歌前歌後 就叫三分險 你說抽水就當然了 做義工 真的完全不求回報 他是中東王子 如果我攀附到你的王子 可以幫你搭路 搞到家族辦的話 至少我自己 我CV又多一件事 對不對 對於中東王子 沈運龍這些人 我跟哪些人拍過照 以前我幫過誰 誰做過什麼 他就可以拿來 招搖撞騙也好 拿來個人宣傳也好 我們看過那些 做那些直銷那些 很喜歡的 以前有個朋友 以前有個同學 有個朋友 在尖沙咀美麗華大廈 做了什麼 在康X來的一個銷售 然後就跟我兜售 就跟我說 喂 某些醫院 不知道哪間醫院 都會用我們噴噴的 然後聽回來 原來噴噴是他送給別人的 送給別人 然後跟別人拍照 那張照片 就變成人家 好像客人一樣 你明白嗎 一定要拍照 我看過有人銷售圖 其實這些照片 我不知道值不值錢 因為現在有AI 你有圖 也未必有真相 大問題是你刺爆他之後 他找下台街 所有的東西都是理錯的 其實就是 現在根本上 整件事 養衰了 就找代罪羔羊 根本上 王子本人 又沒有什麼人生經歷 又沒有什麼人生元力 出到來 只是仗著有個 I.R.王子的身份 什麼Hilas的身份 然後很多人埋身 對著沈運龍這些 由校婆遇著之粉 互相利用 沒有的 如果做得英俊 不會隔你的 你不會有錯的 但問題就是 做得醜 現在被人當老千 現在 你也會看到 究竟這個王 是不是真的王子說 也沒有人知道 現在你會看到的 就是 麥依裔和沈運龍在大亂鬥 你問我 我就覺得 最準是 兩三個禮拜前 在說的 就是 大家一起 就會搞我這件事 然後就找個下台街 現在你會看到 但他們不斷地找下台街 嗯 但他又不完全是 因為如果你找下台街的話 都起碼好像 明報李先知千次的訪問 我看完這兩個月的事態發展 先 才再決定來不來 但你看麥依裔的說法 他就說 肯定來 因為如果你說麥依裔本人來說 我覺得他就肯定有 自己個人利益 一個是他 一個就是另外那個頭馬 對嗎 左右手 右邊的手 程章和 程章和 一個又是 這個又是 炭匯幣 可能是大茶飯 對嗎 一個就是 中堂高鐵 兩壇東西 然後分大茶飯 分了這個餅仔 五億 是吧 失信公司 變成中堂公鐵 就是打算分了它 所以王子覺得仰衰也好 這兩個東西 就肯定千方百計都叫他來的 所以 現在的麥依裔 現在這個Version 代表 至少他自己的既得利益來說 最好堅持來 最後怎樣搞 我拆掉他 現在 他不是找個下台階 現在他就是為了要離回來的時候 我只要找個代罪羔羊 以前那些東西一筆勾銷 要重新離開 沈運龍說的東西不夠算數 明白嗎 沈運龍找了下台階 就遇到他離開了 不會回來的 就讓下台階去離開 但是麥依裔 今天讓他下台階 就是讓下台階回來 所以 由此可見 暫時來說 他是會回來的 現在最新的事態發展 王子是會回來的 他的身份也得到核實 而 在大陸 我之前不是說過 大陸那邊 好像 我是不是說 《順報》 《順報》 《余錦賢》的說法 大陸是有人下來 收封的 因為王子這件事 所以 在中央 就已經找了人了解 也幫他拍他心口 叫他放心過來投資 王子不想來 也把他抓過來 你不想投資 我還給錢 叫你去投資 現在中央想他來 如果不是 怎麼會找人了解 大家不要再吵了 沈運龍這傢伙 你搞那件事 想抽水 如果你搞到王子不開心 不回來的話 麻煩你快點收爹 所以沈運龍 他現在就叫做什麼 雅子吃黃年 有苦自己知 因為一開始 肯定是他自己 無遂自戰 自戰完之後 人家王子不智可否 就由得理 是嗎 就是這樣 是有這樣說 現在香港的 我們看到 整個群組 越來越旺的時候 而且杜敗王子這件事 又想到北京曾經 在共產黨的角度來說 就是 如果你尤字及興 沒有任何實質的成就 我說不要聽 不要實質的成就 沖起的消息都沒有 真的很嚴重 香港沖起消息沒有 還有現在的壞消息 接種而至 昨天我們說 香港的樓市 現在的三大理好因素就落空 原本就是北水下來買樓 高財都落表 他們自己都落財 他們下來賺吃 他們不是給你飯吃 兩回事 現在他們都買不起樓 前日甚至 那些紮鐵兄弟 都百多人 都要出動到 警察去維持秩序 現在我是王子 我就要看看 究竟值不值得投資 如果正路的投資 其實你會看到 越來越不對勁 昨天又說 摩根史丹尼 又炒人 炒人的原因很簡單 如果你是想搞 新產力 你想投資這些東西 有機會的東西 得到中央垂青的行業 新產力 昨天說了 大摩炒人 其實對這件事 就投不信心的一票 你說這件事 我補充一下 經濟日報 是有說到 財源50有的規模 原來是佔了 投資銀行部的12% 挺痛的 但其實是一種絕望訊息 你在三月初的時候 原本蒙尼斯丹尼的報告 就是說 他是看好新質生產力的 在兩會之前 他是收到風 然後春光水 就是春光鴨 自己寫定報告 但問題就是說 這個利好因素 現在就變成了理談因素 甚至叫趕客因素 因為你見到歐美開始 開始做事 耶倫走來下警告 耶倫下警告 而且還要給你一個 頭盤 昨天拜登就說 他現在加你的鋼鐵關稅 就是要加你鋼鐵關稅 然後就陸續有來 昨天呢 阿彬哥是蕭爾馳 還跟他談生意 對嗎 是啊 他就說 歐美不代表我的 我不贊成 歐美就是加你關稅 我只是招生意 其實這些人很契底 因為這個人跟馬克龍差不多 其實 邪貓美 歐盟就是做醜癮 他們自己是招生意 但是邪貓美 關歸邪貓美 講到底都是因為 你德國佬最吃虎的汽車工業 現在是面對極大的競爭 所以才怎樣都要來中國 馮同學出現 好了 現在我就說 我是杜拜王子 我看到這樣的情況 摩根史丹尼都掉頭走 那我要想想 我還能不能下注 如果你正正路路想投資 如果你不是花黑錢的話 如果你見到香港 開始有落味了 其實 那些什麼是非呢 都算了 你來是想賺錢的 對 如果我想賺正經錢的話 不應該跟沈韻郎 不應該跟沈韻郎 最佳的下台街 就是要 就是要找摩根史丹尼 就是大摩 連大摩都炒人 我就要想想 拿回我的理由 是啊 我聽了沒有格仔說 他講的有道理 聽我們講 就聽沈韻郎講 對不對 大問題是 你簽了租約 租約 租約那些東西 相對5億來說 很少數而已 那些鐵定鞋 那倒是 很少數而已 新加坡 新加坡人的波魯都照走 就是啊 沒見過大蛇 真的 是吧